太像土鞭土地了 我们中国人嘛 白雷金一定是烤鸭的 阿溪 你的土鲜的土鲜 从全搜过来 回馈一点 给我的家乡 牙羊 say 赶快知道 我这边休息 在北京吃了什么 想知道吗 有 大家都叫我们去 喝豆子 到时候还没喝到 但是呢 我们吃了烤鸭 是啦 是啦 我們中國人嘛 南北京一定是烤鴨的 他要吃什麼呢 吃烤鴨不行嗎 還要吃蒜羊肉 烤肉 昨天還沒有吃到 待會兒在台上心裡有烤鴨 有一天開始來內地宣傳的時候 大概是在2004年的時候 其實第一站 第一站到上海 我就 覺得有很大的 文化震撼 因為畢竟是我們從小念了 十幾年的 課本 覺得課本裡面寫的東西 怎麼在現場看起來都不一樣呢 但是又覺得 有更多的熟悉 因為我們說的 都是同樣的語言 我們長著一樣的面孔 你們就像剛才那兩位 感情25年的女孩子一樣 認識五月天就這兩天的事 但是 我們來到這裡 也許 在你出生之前 我們就已經來到這片土地上 並且 愛上這片土地了 從小 很小很小的時候 其實 我蠻小就看不懂 文字的 我的爺爺 從書櫃裡面 翻出了一本 我的族譜 他告訴我 阿信 你的祖先的祖先 從泉州過了 其實 來到北京之前 情不久 我們才回到泉州 因為我們知道去年 發生了一個好大的颱風 因為我們知道 有很多的學校 有很多的同學 正等待著他們的學校 他們的校舍 可以修復 因此來到北京之前 我們 也特地在泉州 當然 今天我要感謝 怪獸 石頭 瑪莎 冠佑 他們 和我 幫助我一起完成 這個願望 我希望 我們 回饋一點 給我的家鄉 於是 我們在之前 一起 和所有 來看這張慈善演唱會的朋友 捐出了 九百萬 我 一直都Й 迫 這張對 抬殺